我以前的是女生 我以前的人 有很多寶村的化學生 和會議會在我身上 年輕人的化學生 就是自我身上 沒有這個語言 沒有這個族群 這句話就是 什麼只是一化學生 本來是想說50歲再回家 是因為我們家裡 發生一些事情 我們才回來的 就不想在台北待着 所以我开始做很多事情 什么都做 让自己变得很累 回到家去睡觉 因为我怕会变成忧郁症 我要活出去 我要走出去 我不能一直停顿 那三年之后 我开始慢慢看 我想起来的照片 不然我那三年 是没办法看的 看到会想要 我会变成忧郁症